凤林镇代表会6号上午在定期会期间 进行了凤林镇基础建设考察行程 并且听取花东纵谷管理处在证明广场的一二期工程 以及凤林儿童公园的改善工程 而对于市中心的旧空间改变 给予高度的期待以及评价 花东纵谷管理处近几年在凤林镇公所的提案之下 108年至110年总计投入相关预算3400余万元的基础建设 进行凤林国际漫程小镇旅游服务设施改善工程一二期 这名广场的第二期工程单车游客服务中心近期内将验收完成 6号上午凤林镇代表会以及凤林镇公所进行相关设施的了解 内部的设施更是CP值花东第一 第一个就是用凤林市的方式淋漓就在里面 所以谁在里面清洗也不会见到外面 自行车与无客的一个盥洗设备 然后还有南米公测 那今天实际刊查了之后 对于我们重管处对凤林镇 镇米广场的整体的二期工程施作 那相当的满意 那尤其是在当初整个设计之初 那这是我们凤林镇米广场的一个公测 我们刚看到了南侧跟女侧 女侧的坚数相当的多 应该可以得到比较适当的人力的一个分治 那对于我们重管处在凤林地区 所有的曼城公民的一个施作 代表会在利用这个证证考试的时间 仅代表这个凤林所有的证明 对于公所的用心 对我们重管处所有的长官 对凤林地区的一个支持 再次表达一个最诚挚的一个协议 市中心的凤林儿童公园 在110年度的会期当中 提出相关预算编列以及发包 1600平方公尺的空间 编列1200万元的预算 进行老旧闲置空间的活化 增设游乐设施以及沙坑 打造老少适合的运动休闲空间 这次刚好有经费增取到中央的经费 来整理 总共花费差不多1200万 所以这里土地有1600平方公尺 所以刚好在市中心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活桶器材 所以我们这次把它做好 我相信地方上面大家都会很喜欢 我想在半个月就会完成 以前种的时候那树很小棵 看起来很稀疏 那一直搭起来变太密 尤其潮湿、阴湿、蚊子也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必要的树木 我们就跟它移植 那有需要的我们还是留下来 由于该空间年久失修多年 今年再度重新活化之后 让公园的光线穿透度提高 周边环境的整理配合之下 让老旧的公园欢然一新 从治安的死角摇升一变 变成了老少适合的游气休闲地点 记者凌杰、风铃阵、采榜舞蹈